自血色婚礼事件之后 二鸭就被猎狗强行带走了 可他受不了猎狗身上的臭味 就想另起一匹马 猎狗说给你匹马 好让我唯一的财产逃走吗 二鸭很纳闷 怎么你之前从王宫都没带出来点宝贝吗 猎狗说我又不是小偷 做人要有点底线的好不好 二鸭说那我现在也没亲人了 谁还会愿意花钱赎我呀 猎狗说你姨妈在英朝城 他会赎你的 接下来二人来到一间酒馆 有几个士兵在这里吃饭喝酒 二鸭认出来其中一人曾经抓过他 并杀了他的朋友 关键是现在还拿着二鸭的戏剑 于是二鸭就直挺挺的走进酒馆 猎狗也只好跟了进去 其中一个士兵认出猎狗这个逃兵 却想抓他去领赏钱 然后这几个不自量力的家伙 就被猎狗给宰了 二鸭成功拿回了自己的戏剑 并且也如愿以偿单独骑上了马 接下来两个人在一条小河边休息的时候 碰见了一个带着小女孩的农场主 农场主老头问 你们俩在我的地盘干嘛呢 猎狗说你管我们干嘛呢 我站在哪儿 哪儿就是我的地盘 二鸭赶紧向对方解释 请原谅我父亲这么不懂礼貌 他之前在战场上受过伤 并且我母亲也死了 于是他就变成了这样 老头接着问 你爸为哪个家族上的战场 二鸭脑筋飞速旋斩 这样是说不好 立马就是敌对关系 然后说是为了图利家族 也就是自己老爷的家族 农场主老头一听此话 直接邀请俩人来家里做客 而这俩人到了人家家 也真是不客气 把人做好的大锅饭 恨不得全倒到自己的碗里 老头说你们知道血色婚礼吧 弗雷家犯下了滔天大罪 诸神一定会惩罚他们的 以前老图利统治这片地方的时候 哪会像现在这样 恶嫖遍野盗贼横行 现在在弗雷家的统治下 我们老百姓都快活不下去了 对了看你这么雄壮威武 你能待到下个月再走吗 只要有你在这 盗贼肯定不敢靠近农场 猎狗问你有钱雇我吗 老头说我藏了一点私房钱 结果第二天猎狗直接把老头的钱给抢了 还把人给打伤了 二牙大喊你这是干啥 他收留了我们还给我们吃的 你竟然还抢人家的钱财 你说过你不是贼的 猎狗说现在是了 他太弱了自身难保 肯定活不过这个冬天 而死人是用不着银子的 二牙大骂你这是七国上下最坏的坏蛋 猎狗淡淡的说 我只不过是认清了现实而已 史大哥家的人要掉多少脑袋 才能明白这个道理呢 二牙无奈只好跟着猎狗走了 当二人来到下一个农场的时候 果然看见这个农场刚刚被盗贼洗劫过 农场主老头身负重伤 奄奄一息 猎狗问看样子你很痛苦啊 需要帮忙吗 老头点点头说是时候该上路了 猎狗拔出刀就捅向了老头的心脏 老头临死前微笑着冲他点点头 这时有人突然从猎狗身后出现 咬伤了他的脖子 而猎狗反应迅速直接扭断了那人的脖子 不是你想搞偷袭竟然上牙咬啊 直接用剑他不香吗 而旁边就站着死人的同伴 并且手中就拿着剑 猎狗问你想干啥呀 那人回当然是拿你的人头去领赏钱了 二牙一看这人还认识 之前他跟贾坤被关在同一辆球车里 那时他对二牙笑笑说要用棍子捅二牙的那里 猎狗问这家伙也在你的死亡名单里吗 二牙回不在 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猎狗问你叫啥呀 没想到对方老老实实的回答了老罗 二牙说谢谢 然后直接用剑捅向了老罗的心脏 就这智商和神手还想杀猎狗 后来二人经过漫长跋涉 终于来到了英朝城 守卫问来者何人 猎狗随即说明来意 然后守卫说夫人三天前不幸去世了 二牙听吧 哈哈大笑起来 这也算是感叹命运动人吧 怎么自己想投靠谁谁就死了呢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姐姐其实就在城里 二牙没进城就跟猎狗走了 两人漫无目的的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但好巧不巧 他们竟碰上了布雷尼和他的仆宗波德 这俩人是咋跑这儿来的呢 原来之前布雷尼和波德在二牙的同伴 小胖的饭店里吃饭时 无意间跟小胖搭上了话 布雷尼直言不会说 他在找史达克家的大女儿 小胖惊呼 就是林东城的史达克家的女儿吗 听说他们家都是叛徒 我们这儿不欢迎叛徒 布雷尼说 我曾宣誓效忠他们母亲 一定会保护他们家的人 小胖一听这话犹豫了半天 在布雷尼要走的时候 小胖还是忍不住追了出来 他说 我没见过大牙 不过我见过二牙 布雷尼半信半疑 怎么可能 自打史达克老爹死后 二牙就人间蒸发了 大家都觉得他凶多吉少 小胖说 反正我上次见他的时候 他被兄弟会的人 准备送去奔流城 跟他妈妈相见 当时兄弟会的人还俘虏了猎狗 如果将来你碰见他的话 请帮我把这个面包送给他 这还是一个狼形面包 而这次小胖做的就比上次好多了 随后波德推测二牙 现在有可能去英朝城了 因为眼下他也没别的亲戚了 布雷尼觉得言之有理 并且大牙也极有可能在英朝城 然后二人就朝英朝城走去 显然他的推测是对的 在英朝城外 他们遇见了二牙和猎狗 刚开始大家互相不认识对方 而波德倒是认出来了猎狗 布雷尼上下打量了一番二牙 问莫非你就是二牙 猎狗赶紧把手放在箭上问 你有何贵干 布雷尼说 我曾向你母亲发誓要带你回家 二牙说 可我妈已经死了 我不认识你 你都不是我们北方的人 布雷尼解释了半天 可猎狗和二牙根本不相信 猎狗说 你铁定被兰尼斯特家收买了 你的剑柄上都是狮子的logo 布雷尼百口莫辩 只能请求二牙跟他走 他会带二牙去安全的地方 猎狗说 天底下哪还有安全的地方 史大科全家都死绝了 布雷尼冲猎狗笑说 最起码我能照顾他 难道你能照顾他吗 猎狗认真的回答 我能 二人碎拔剑打了起来 这俩人的战斗力都非常高 来来回回打了好几个回合 最终布雷尼一拳把猎狗打下了悬崖 而二牙也趁机躲了起来 布雷尼大喊着寻找二牙 便慢慢走远了 然后二牙现身 来到奄奄一息的猎狗身旁 他问猎狗你会死吗 猎狗说 除非现在从石头后面 蹦出来一个大夫 要不然我应该是死定了 没想到我竟然被一个娘们给打败了 来送我上路吧 二牙面无表情的盯着猎狗 看了半天 可迟迟不肯动手 最后他只是上前拿走了猎狗的钱就走人了 死人用不着银子 其实我觉得二牙和猎狗的这对组合还挺有意思的 只不过接下来二牙就只能独自上路了 他来到一个港口 本想乘船北上也去找雪诺 但船长说他们要开往海峡对岸的布拉佛斯 二牙这才想到 我可以去找贾昆洗舞呀 于是他掏出贾昆留给他的硬币 船长一看这边硬币 当即让二牙上了船 二牙终于如愿以偿的朝布拉佛斯去了 接下来咱再看看龙妈这边都发生了啥事 奴隶湾有三大主城 阿斯塔伯和渊凯以及弥林 前两座城现已被龙妈征服 现如今他又要向弥林进军了 而弥林的奴隶主急剧挑衅的沿途 用定死的奴隶给龙妈指明方向 似乎在说弥林城就在前面 有胆就来攻城吧 龙妈虽带着怒火和大军开到了弥林城外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龙妈的男宠达里奥换演员了 达里奥上来就斩杀了对方出城挑衅的骑士 然后龙妈下令用投石器 把之前解放的奴隶的镣铐都投到了城里 奴隶们看见这东西内心不免都起了反应 到了晚上灰虫子带人潜入城中与奴隶们见面 他还把武器分发给奴隶们 让他们为自由而战 于是奴隶主纷纷被起义的奴隶杀掉 龙妈轻轻松松便拿下了弥林 然后他还下令把奴隶主都钉在架子上 以表回敬 至此龙妈算是彻底征服了奴隶湾 而刚好这时候 维斯特洛大陆那边又传来了小乔国王的死讯 龙妈认为这是攻下七国的绝佳时机 老赛认为大军可以乘船从黑水河突袭军林城 而乔拉说 即便攻下军林城又当如何 我们只有一万的兵力不足以征服整个大陆 况且冤凯城的奴隶主发动政变 已经重新控制了城市 而阿斯塔坡也有人自立为王了 我们的无垢者一撤走他们就会反 龙妈想了想说 这时候确实不能去打维斯特洛的主意 如果我连奴隶湾都统治不好的话 还怎么统治七国 接下来龙妈便开始处理各种政务 没有治国经验的他 被琐碎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 俗话说 打江山容易做江山男 看来龙妈急需一位会处理正事的人来辅佐自己 有一天有个小奴隶给老赛送来了一封信 这是曾经乔拉跟维斯特洛大陆那边的联络信 还记得早期节目我曾讲过 乔拉接近龙妈的真实意图吗 他是被派来暗杀龙妈的 但后来被龙妈的魅力所吸引 就倒向了龙妈 老赛把信拿给乔拉 乔拉想去给龙妈解释 但老赛说 你不可能再有机会单独见他了 随后龙妈便召见了乔拉 乔拉说 这是对方的离间计 你可不能上当啊 而龙妈才不管这些 说你一开始就背叛了我 于是他生气的把乔拉给撵走了 哎 就这心胸 在我国三国时期 曹操就在关渡之战后 烧掉了手下人与袁绍的私通信件 几千年前的人都明白要宽戴手下 你们谁曾经想背叛我 我绝不秋后算账 而选择既往不救 这样人家才肯全心全意为你卖命啊 真是一点政治手段都没有 接下来龙妈的龙也惹了不少事 对了 这三条龙分别是用龙妈最亲近的三个男人来命名的 老大卓耿纪念的是自己的老公卓哥 老二雷哥是纪念自己的大哥雷家 那老三小伟就是纪念自己的二哥小伟 其实他们的名字是一样的 只不过为了区分龙和人 所以故意翻译不同而已 现如今大龙卓耿烧死了个小孩飞走了 龙妈无奈为了不再伤人 只好把二龙三龙靠起来关进了地下室 OK第四季到这里就讲完了 你认为谁有能力来帮龙妈解决这些琐碎的政务呢 关注好时下期再见